余文文凭借一首体面打开知名度 而近日她到连锁火锅店用餐时 刚好就遇到有客人为了失恋好友演唱体面 直接影片中一群民众联合电源 替失恋的朋友演唱体面 没想到之后演唱余文文就惊喜现身 她表示太尴尬了 因为我就在旁边吃饭 我突然听到这首歌 而刚好前任四一年早婚刚上映 电影主题曲何必 也是余文文演唱 余文文问完失恋女孩的状况后 就安慰说我们以后不点体面 我们点何必好不好 之后在众人怂恿后开始清唱 结束时余文文再度喊话 那你们继续多吃点 然后就不要伤心难过了 不唱体面了以后就点何必 并且大方与民众合照 相当亲民 我我们看完后都超羡慕 只互为想偶遇啊 不唱一首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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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唱一首歌